請問現在這台車還有嗎 現在目前都停止接單的 想買新車走趟車商展示間 業務無法接單 而且連展示車都沒有 以往農曆七月前都會舉辦業績競賽 也通通取消 有訂單 但我沒有車交給你 然後那只是你只會讓業務員 就是抱怨不算業績 我只有收到客人的訂金 中國風控造成零件供應斷煉 加劇缺車問題 加上本土疫情近期賞車人數減少 平均減少二到三成 部分進口車品牌展示間 減幅更高達四到五成 新車訂單量也跟著下滑 根據接理所資料 五月前二十天新車領牌 總數一點五七萬輛 年減百分之十二點二 推估全月市場規模 只有三萬到三點二萬輛 顯像一百零三年以來 同期新低記錄 比去年三級警戒三點四萬輛 還要低 今年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變成 那加上股市這一陣子的表現 也不太好 所以也間接的影響到五月份 新車市場的一個銷售 中國大陸的市場停擺以後 對整個市場 不管是車市 或是其他3C產業的衝擊 其實是相當大 戶爾戰爭 其實有一些車款的零件 也是在烏克蘭 整個恢復穩定 我覺得至少要等到明年 雖然上海風控逐漸解決 但是本土疫情和 烏爾戰爭都稍未緩解 車市何時能恢復 除了內需市場的復蘇力道 還得等烏爾止戰 進行穩住和報導